老豆在跳走市场结果发生了全五行 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白衣男子已经躺在地上了 满头都是血 旁边还有人在叫嚣 而他看起来表情相当的痛苦 不过也嘴巴里面一直念着叫警察来 但最后他也不甘心 起身之后又去追上了打他的那一个人 接着两个人又当场扭打 旁边也有不少人在劝架 甚至也有摊伤 用麦克风大喊说不要再打了 影响他们做生意 试图想要阻止他们 现场也有人报案 不过到底什么原因 竟然会在跳蚤市场打成这样 地点就在台中的太原跳蚤市场 而有拍下影片的民众就表示说 白衣服的男子先推挤前面在逛市场的人 结果就被KO了 但是详细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警方目前也还在厘清当中 只是周末假日逛跳蚤市场 结果变成大打出手还见血挂彩 就让旁边的人看傻眼 警方也将两人带回了解 厘清冲突原因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